人们常说便宜没好货 网络手机及通讯业者公会今天揭露 近期有不少的脸书上网卖网站 以超低价出售热门电子产品 吸引脸书用户购买 不过经过一番调查 证实这些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 该会劝起工作不要贪小便宜 以免购买到有问题的山寨货 货到付款对许多喜欢网上购物的人来说 是一个安全的代名词 近期就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货到付款的幌子 让买家卸下提防心订购货品 演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网购诈骗手段 当货品送到时 送货员会坚持先收钱才能打开包装 不过当买家打开包装一看时 才发现自己购买的货品只是价格低廉的山寨品 一不小心就坠入了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中 这些专门出售山寨产品的脸书网站 不但会精心设计产品图案 还会以各种理由吸引网友购买 他们通常都会给的理由就是 海关退货 货品要急忙出仓 或者无法承受高昂租金 然后结束营业 或者总公司为造假数据道歉 然后还有一次某某品牌商 周年那个促销便宜莫谈 有时候你们看到Facebook那边有很多很便宜的时候 你根本不能想象它的价钱 这么像便宜 就只是占那个10到20%吧 其实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手机及通讯业者公会劝请公众在使用网购服务 购买电子产品前 可以到附近的店面了解价格 以免坠入网购诈骗的陷阱中 NTV7采访报导